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想到现在却突然让员工动心 他说不加薪了 甚至连红利都还缩水 真的让大家是跌破眼镜 严凯泰到底是看到了什么样严重的警讯呢 我们看到现在连中研院也开了第一枪了 把台湾的GDP经济成长率呢 那么预估值整个下修到1.94% 现在呢已经不到2%了 那么很多公司呢都不乱钱 我们上市贵公司的营收也衰退3到5成的幅度 而且我们来看到是公司不赚钱 除了在刚刚提到 运用集团加薪喊停之外 包括很多人买来呢 当做这个要养骨子骨孙 非常稳健 原本获利相当稳健的台速四宝 在今年第二季都亏损了241亿 其实这四宝当中 只剩下台速还赚钱了 而且我们来看到公司不赚钱 老板不帮员工加薪 现在上班族钱不够呢 所以兼差的人就变多了 上班族今年兼差的人增加了12%的幅度 而且我们来看到这8年以来 派遣人力的需求也是大幅的增加了有19倍 他们的经济真的已经陷入了苦情经济岛了吗 我们来看到甚至连尼尔森最新的调查 77%的民众对未来一年的就业市场 其实都相当的悲观 他们最担心的有三个问题 分别是经济的情况 还有食物 以及水电瓦斯都纷纷涨价了 七成以上的民众对未来是觉得没有希望的 难道台湾真的要落入苦情经济 没办法翻身吗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的是资深媒体人黄创夏 菲鱼好 大家好 财经专家汪杰明 菲鱼大家好 财子学堂副总林陈寅 大家好 菲鱼好 财经专家黄世聪 菲鱼好 大家好 我们在今天还有特别请到第五位的来宾 是可爱的这个不偶人泰迪熊熊 那么他待会也会来跟我们分享 他平常辛苦工作这个亲身体验 不过创下我们先来看到 台湾真的陷入了这个苦情经济岛的一个状况吗 连玉龙的严凯泰现在都说 他不帮员工加薪了 菲鱼章说最近在台北街头 你突然会听到一种声音 一种消失了好遥远的一种声音 就刚堂没没 这个东西在过去一二十年来 早在台北没有了 可是最近在台北市 竟然出现了这种 而且这个车子 你一天还不听到好几次 为什么 看起来有很多人生活越来越辛苦 所以我们小时候那种 很遥远很遥远 阿公阿嬷的记忆的那种行业 在首善之区台北市出现的 而这种出现状况呢 不是只有你一般的生活感受 中研院经济所 本持学者的良知 终于出来讲了真话了 我们政府呢 从年初来讲说保四 后面说保三 然后到最后中研院告诉你说 保四保三都是假的 我们经济形态 经济所告诉你 只有1.94 而且那还不是最差的 更可能到1.24 所以你从保四1.94腰斩 腰斩不行之后 可能还是最后变成是连斩到膝盖了 然后呢这个东西呢 他们讲了一个更重要的一句话 在这整个为什么 这经济这么不好的时候 里面有一句话 看不到任何乐观的理由 所以我们会看到的就是一个悲观 而这悲观呢 这悲观到什么程度呢 马上会影响到的是 每个人的生活都受到影响 所以李尔森呢 他做了一个全部的 消费者信心指数的调查 一看到说 哇 我们跟全球比起来 那是更惨的 请换下一张 为什么更惨呢 就是说李尔森数字比 他说这个过去呢 我们从这个2012好了 这个2012从第一季到第二季 全球从94降到了91 降了3% 然后台湾呢 原来呢 大家都已经好像比较辛苦了 84 巨降72 到了百分之 降了12%这么多 在全球的这个 不但是我们的信心指数最低 而且是降幅也是最大 然后这边可怕的是说 这个100这边呢 在定义叫做 充满了悲观 但是我们到了72的时候 那简直叫做绝望 那这样一个绝望的情况呢 这样出来 而且更糟糕的是说 未来的一年对就业的渴望 你知道现在毕业季到了 很多人都想要找个工作嘛 是77的人认为没有希望 在上一季呢 只有63% 又快速的升高了 那这里面呢 这种没有希望之下 最担心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当然是经济情况 这个已经到了腰斩在 可能腰斩在腰斩 然后出口四个月不增加 那经济情况这个都很清楚 再过来第二个担心的是什么 美国现在55%列为旱灾 玉米大豆都不能 没有办法生产的 都叫绝收 然后叫还有地方 有淹水的全球这边 所以食物 这民以食为天 食物还要继续涨价 然后呢 好不容易呢 原来4月1号之后 突然之间 大家看到 中东情势和缓 油呢 连13周 连13降 但是最近又战予密布 美国两艘航空母舰又过去了 所以水电瓦斯 这个每天都需要 而且现在天气这么热 38.3才是小暑 到大暑的时候 是39还是40 你能够不开冷气吗 你能够不喝水吗 水电瓦斯 恐怕又要涨价 这三个问题 所以呢 这个时候台湾发现说 完完全全的 没有一点点值得乐观 纯不充满了悲观的情绪 好我们来看到台湾呢 现在呢 中演员跳出来 开了第一枪 杰明 他说在今年台湾的这个 经济成长率 不到2% 几乎杀到健骨 而且他说最差还会到1.24% 当然在过去呢 只要这个经济状况不好 好像我们的政府都会说 这是因为整个国际情势 大环境不佳 但是如果我们来看 邻近国家 这亚洲四小龙 只有台湾的出口 会连续四个月都衰退 我们用一个字眼来形容 现代状况 叫情何以堪 就是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 台湾跟韩国之间的关系 那韩国我们之前有说 这个亚洲四小龙 韩国早就不承认 它是四小龙之一 那么我们政府还在 不断地说一件事情 说我们经济很好 最近中刚 他在9月份 把他的钢铁价格 要往下掉的时候 所以我现在场上很生气 他说 你不是说第二季很好吗 我跟你进了很多钢铁 我说这个价格金刚铁 突然降价 理论上降价这件事情 下游应该开心 因为上游降我的价 我东西就有利润 就没有下游很生气说 哎呀你之前没有跟我先讲 只是报喜报忧 我们现在的这个经济体 是既失速又失智 这个失速就是说 这个经济已经失速了 还失智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很麻烦的事情 那谁要挑出来 这时候就有英雄挑出来 这英雄基本上 他们是属于这个 金日塔顶端的顶端的 我们说应该是象牙铁 也不像讲 它是这种接近神仙的 一群的研究员 中医院是我们台湾 最高的学术单位 基本上它要接近不食烟火 当然那种不食烟火 不能是解释说 它不知民间街虎 而是它是几乎神仙等级 它突然跳下来 我们以前没有听过 中医院会发表经济数据 它本来是很超难的单位 它突然跳下来跟你说 我们经济很糟糕 这个当头棒喝 所以马总统今天 就立刻要挑出来说 我们要拼经济 因为神仙都说话 而且它是一次跟你到位说 什么宝二 是连1.24 1.25 都可能会出现的 我的天老爷 观众朋友 不是我们只是看 这种数字的变化 不是说我们从1.93 拉到10 降到4 可能会往下到多少 不是单纯这个意义 而是你我息息相关 为什么说你我息息相关 我们回想过去这段时间 当我们经济到 0.73的时候 是什么状况 当我们经济到 0.73的时候 都是失业率开始增加 我们失业率 曾经到5%以上 然后就业状况非常糟糕 到这1.93是什么状况 不但是减薪 不但是裁员 还减薪 那算是无薪降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降到2% 也就是说2%以下的状况 会是什么状况 2%的意思是说 我们开始要冻结薪水了 1%以下开始企业裁员了 0%以下表示消费状况很糟糕 那是恶性循环 这循环会使经济 连续三年经济 处于只有2%以下的话 那叫做灾难 这个灾难代表 我们经济状况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也就是说 以这个角度来做思维的时候 为什么对于2%的数据 感到极大的恐惧 就是这个因素 就是如果维持2%以下的话 是大家的就业状况 开始面临到 我的公司没有薪水 而且事实上 人们在这个 给这个红利部分 可能没有红利的 渐渐影响到台湾高达 我们现在台湾的内需市场 占我们GDP已经65%了 也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现在的外销 不好的时候 连可怜的内需 都是这样65%受到伤害的话 那我真的不知道 不是天相降大人于私人也 苦其心智 是其实没有 是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但是没有薪水 好 在刚刚前面也特别跟我们提到 其实不要以为这个GDP呢 下修到不到2% 好像跟大家是感觉上呢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但是其实不到2% 它代表的是说 我们很多公司 他们是不赚钱的 企业获利衰退 那么很多人呢 他们当然很多大老板 就不会帮员工来加薪 甚至还有可能大家最担心的 裁员 无心价的噩梦 都会再度上演 我们来看到在去年的时候 台湾的GDP 当时还有4% 那么在去年底 他们预估的时候呢 今年应该还是有 将近4%的位置 但是现在呢 已经下修到了 连2%都不到 甚至最坏 可能会跌到 只有1.24% 那么有人就形容说 台湾已经是 住到加护病房去了 但是适从 政府为什么还在想说 要怎么样来慢慢的调整体质呢 我们用这个形容词 来形容世界各大国家的这个病 那我们看到说 美国它其实是类似一个心脏病 第一个 它的政府之处非常的多 那日本就类似一个 失智症一样的感觉 大家已经不知道 它是什么样的国家 那欧盟就类似是糖尿病 永远都好不了 慢慢的好 那中国就很像是个过动儿 一直要压抑它这个过动 经济过动的状况 那台湾呢 大家自己看就知道 是大脑 我们好好一点的讲 叫做大脑功能的残障症 那整体 对 整体看起来是这样 因为过去台湾 十几年来的产业政策 应该要大胆吸进的时候 借急用人 应该不要鼓励资本支出的时候 我们就推出所谓的两兆双心 那压 那中国经济开始下滑的时候 我们就偏偏来个ECFA 全部压住在中国的身上 所以事实上说经济不好 其实从去年各大 所谓的财经媒体 或是各大经济结构 都已经在调出说 今年的经济状况会非常的不好 但是政府的动作并没有出现 一直到今年上半年 还一直说今年经济会不错 结果还推出了一个 所谓油电双涨 然后还来讨论这个 所谓政所税的这个问题 时间点完全都是不对 所以你说目前的台湾的症状是 过去几十年来的错误政策 加上说目前政府的反应过慢 在现在一次爆发开来 当然目前要推出所谓 短期内就要止血的状况 我觉得应该是不太可能的 而且连很多人都买来 当成是这个定存 存骨子骨孙的台塑 它其实在今年第二季 都出现了亏损 这是金融海啸也来最差的 对我们先来看一下台塑四保 台塑四保的话 事实上以前来说的话 都是台湾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龙头集团 事实上它今年第二季 出现非常不好的状况 台塑四保里面除了台塑之外 其他三家公司都出现亏损 而且整个集团第二季 亏了240亿亿 事实上这么多的话 它以往都是加薪幅度在3个percent 它今年加薪幅度只有2个percent 它的员工一共全的台塑集团 一共有9万人这么多 那事实上它的股东 有高达100万人 它第一个 它的这个劳员工加薪幅度减少 它的消费率就会减少 有9万人代表9万个家庭 第二它的业绩不好 股价下跌 代表它的股东也都是 目前处于一个 比较没有那么好的状况之下 事实上台塑集团会亏这么多 它也是彰显了目前台湾经济 面临到的困局 为什么 第一个 台塑集团它非常压 它的出口大部分都集中在中国大陆 中国经济不好 当然会对台塑集团造成 某一个程度的影响 第二个 它也是受到两兆双心的影响 它旗下有一个南亚的这个低院厂 也是受到影响 所以事实上台湾目前的经济局势的困境 从台塑集团的亏损 也可以略亏一二 好 从台塑集团的第二季 都会出现了亏损的状况 所以他们今年其实帮员工加薪 只有两%左右的幅度 但是陈颖 这个汽车业的标杆 玉龙的执行长严凯泰 他竟然说 他不要帮员工加薪了 他先前不是最鼓励加薪的吗 对 这个我们形容天气有一句话 叫做一夜之秋 我们形容景气的话 现在多出来一句话 叫做一车之东 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因为其实 严凯泰董事长的话 在之前不管是呼吁说 要帮隔渊加薪啊 因为公务员也会消费啊 那么他也非常的赞成 像鸿海的董事长 郭泰铭的话 他也提出说他要加薪 那么但是现阶段的话 却出现说 他说不加薪的这个情形 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它意味着 两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第一个的话 这个事情不是 严凯泰董事长一个人说的算 他有个叫玉龙集团的 五人决策小组 那么这里面的话 包括像是林信义以前的前行政院院长 所以他不光是产业面的问题 它是一个政策性的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玉龙集团的话 除了他在蓝跟绿这个部分的话 他都有去做布局 他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的话 研判在这里比较严重 另外我们从整个的策略上面的话 他们提到说 比如说对后市看保守啦 后市的问题 这就不用我们再讲了 测试的不景气 原本他看到40万辆 现在的话变成说 年销售下降到38 现在已经调到到36万辆 他在半年的时间 三度调整两度下修 对 那这个的话呢 越看越差 是越看越差 那越看越差的话 我们讲到第二个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 因为在这一次的话 玉龙 中华汽车跟玉日车的话 其实呢 他们员工红利 占他的整个获利的比重的话 当然是一个percent 但是各位 以前是将近四个percent左右 然后做这个动作的话 他也提到说 不加薪的原因是因为要把资源 延到明年的时候合并使用 这意味着什么 Money calling也卡拜 也就不是现在的问题了 他们已经开始为明年过寒冬来做准备 所以现阶段的话 我们光从运动集团 这个动作的话 我们开始延满到现在的景气不好 大家都知道 但是明年怎么样 我们可能还抱着一丝的这个机会 不过他告诉我们 要准备寒凉 我们准备的粮草 来过明年的寒冬 所以他今年不加薪的话 也就是明年可能会更惨 是的 我们现在这个 现在是什么 不是只有气候风暴 是全球经济风暴 还在持续的上演 虽然最近美国公布的经济数据还算不错 但是事实上我们最大的风暴并不是欧债 真的 是我们自己国家的财政 以及中国经济的不决定性 这才是造成台湾经济的一个 非常大的信心危机 而信心危机的恶化 会使得汽车的销售开始会有效 因为我对未来没有信心 我一定要节省支出 在这个时候 不巧的事情 我们知道最近双B 都在中南部设中古车 以前我们说双B的车 它比如说 我今天卖新车给斐鱼 斐鱼把你的旧的B&W给我 我这个基本上 这些我们说的厂商 它是不收这个车的 它会有一个协力中古车厂 把它到市场去 去把它卖掉 现在发现到一件事 这个车子贵之后 人家买不起新的B&W 想说好 三年内的这个中古车也买 所以它在中南部 自己也开始 卖自己的中古车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 最要命的事情是 现在连宾市车 都出A class的车 A class A级车 这个A级车是什么呢 它价格 已经逼近100万了 那我们知道 玉龙最有名气的 就是纳智捷 纳智捷车其实是 还不错 在中国大陆销售 有在增加 可是问题是 它最高的款项的车 是100多万 106万到110万 那如果宾市车 出了一个A款车 也是100多万 那你要怎么办 人家去选择 是那100万的顶级车 还是选择宾市车的100万车 这个东西会影响很大 因为现在的宾市车 已经传出 它要加大A class的车 市场 对 所以它要再努力 那逼得B&W也出手 Volkswagen也开始 降价需求 现在只剩下ODI还没有动作 所以现在台湾厂商变 自由品牌好不容易 冒出个头的时候 发现到这些所谓的 一级大厂全部降价 所以这真的是内优外患 这种情况下 盐海带它一定要保存实力 因为我们知道 盐花部分有很大的折旧成本 它必须要保存实力 观察中国大的变化的时候 它要做这个决定 我们实在对它决定 市场上是非常意外的 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才传出来 到6月7月的时候 这样半年 包括中华汽车 还有所谓的 核台汽车业绩 是实际上倍数的 那盐龙汽车在中国大陆 也大有斩获 就是大家一片看好 汽车未来前景的时候 突然之间 盐龙踩了这么大的一个刹车 是不是代表的事情是 台湾政府没有支持它呢 包括我们说电力车 油电的车子 还有事实上台湾 也没有带头去做 所谓的 就是我们说电力车的发展 使得玉龙也把他的三条 这个三亿的这个电动车 有两条线 也转到中国大陆去了 所以这便是 政府的不确定性 加上民间信心的溃滑 我想 袁凯真的开了 众议院开了第一枪 盐凯开第二枪 那我们政府该怎么接招 其实后来 袁凯大家出席公开场 他谈完内容 就会让人家觉得说 他感觉上有点这个 赤心这样的感觉 赤心 对 而且一旦呢 这些所谓的顶级车 他们都推出比较平价的 这些车款的话 其实对于玉龙来说 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我们来看到 其实看坏台湾景气的大老板 也不是只有严凯泰 很多工商的大佬 他们谈到景气 都非常的悲观 请语杰告诉我们 好 北宇中原院开了第一枪 调降台湾的经济成长率 来到1.94% 确定保二这个希望是无望了 那么其实很多企业刀老板 应该是感受最深刻了 因为他们是面对呢 是第一线的景气冲击 尤其台湾现在外有欧债危机 内有政治分老 就半年多来呢 很多企业大老板 反弹的声浪也是不少的 像是我们富邦金控的 董事长的蔡明忠 他就公开批评 政府的政策呢 不要只有强调反商反部 一旦造成这个社会阶级的对立 对发展是根本没有帮助的 我们先来看看 蔡明忠她是怎么说的 只有四个字来形容 就是内忧外患 那外患大家都很清楚了 因为欧债 欧元区的这个经济 美国的复苏也是很缓慢 那大家认为说大陆 现在硬着陆的机会 应该是比较小了 但是他的slow down 经济成长率落到8个percent以下 我想这大概也是不可避免了 这个对于我们来讲都带来巨大的冲击 好我们看到蔡明忠是刚刚强调 台湾会受到很巨大的一个冲击 其中最主要因素就是因为 台湾这个出口年增率呢 是越来越差 我们来看到这个经济部最新公布 这上半年各国一个出口年增率 中国大陆是8.7% 新加坡是4.1% 南韩也还有0.7% 至于台湾呢 其实是里面最惨 是亚洲最惨的国家 是负4.7% 除此之外还来看到 台湾一个景气对策信号呢 是连续亮了7个月蓝灯 其实也就是显示出 台湾现在是呈现经济衰退 所以包括了台速的王文渊 台达电的创办人郑重华 还有东森房屋董事长王应杰 这些各行各界的一个大老板 其实都是看空景气的 我们先来看看他们的一个说法 我是觉得我们再不能够这样子 这个自己内耗 这个很严重 台湾目前欧债的问题 加上内需市场严重的萎缩 外销市场我们也 也复成长 那么欧债的问题 因为郑所说的问题 市场萎缩 我们看到这些大老板都提出了预警 台湾要怎么度过这个 别人吃肉 我们喝汤的经济困境 恐怕真的要好好想办法了 好 没有想到 现在连很多的大老板呢 他们看到台湾的景气 都觉得非常的悲观 台湾真的已经现在苦情经济 而无法自拔了吗 创下 30年前 那时候呢 施政荣还有我们的经济会 像肖万长呢 那时候江炳坤都提了一个 台湾接单 大陆生产的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呢 当时他们讲说这个叫做微笑曲线 透过台湾接单 大陆生产 然后整个台湾经济就会微笑 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去拼 那个研发 拼品牌 让台湾的经济就此升级 但是30年下来呢 突然大家发现 原来是一个苦情曲线 完全的微笑再笑不出来了 是这样一个苦情 为什么 因为30年来呢 结果呢 拼研发没有去拼 拼品牌也没有去拼 只是满足于代工 大量生产 满足于那种毛三道四的那种威力 而这种毛三道四呢 当全世界就都已经不好的时候 我们连毛三道四都没有的时候 毛一毛二都不见的时候 就开始苦情了 那这苦情之后政府呢 好像也没有什么策略 没有什么政策 你说用那个货币手段呢 当然央行可以再降低利率 那台湾的利率本来就是非常低利率的一个环境 台湾的那个货币本来在整个民间 储蓄率很高 本来就很宽松 你再降低没什么效果 那增加公共支出 举债 我们这几年不知道搞了什么 搞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选举的时候政策买票 买到我们现在举债已经接定了 法律规定的 就联合国也规定了 百分之40GDP的上限了 也不能再举债了 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然后再过来呢 结果我们不要这样子 可是呢 我们日常的支出 金厂们却不断地成长 包含呢 到了时候公务人员呢 老百姓呢 十四年加不了金 公务人员呢 一下就给他两百多亿 再给他们加百分之三 结果这样子弄下去 政府怎么办 所以都弄到了这个苦果呢 不但是经济是苦情 是苦笑的 然后明年呢 最叫编明年的总预算 主基础也苦笑了 为什么呢 因为少了一千三百多亿 所以明年的总预算 有史以来 61年在中华民国在台湾 第一次要用负的 要减缩 而不但是如此 最让人家震惊的是 金建会去用公共建设的 一个预算的时候 把它减到 只剩一千七百五十亿 我在考新闻的时候 那时候台湾在起飞 那时候金建会每年给台湾的 公共建设的总预算 四千亿 过去十年来 三千亿 到了现在变成 一千七百五十亿 你在不行的时候 你知道说当年那个 五年五千亿的时候 当时的金建会 陈伯志和美月讲说 只要投资 五年五千亿 一年GDP 可以给你增加百分之一 五年五千亿 总共累积起来 所以一千亿是可以的 那我们现在往后倒退 那我们现在只剩一点九四 如你再往后倒退 那我们还剩下多少呢 所以台湾的经济 现在真的非常辛苦 真的只能苦笑 好台湾现在到底还剩下什么 大家还可以期待什么 是期待ECFA吗 事实上现在目前大老板 真的发言是越来越的悲观 包括蔡明中说内忧外患 那洪海董事长说 已经准备扩苦日子 那李坤要说已经在扩苦日子了 那更狠的是这个赵成熊董事长 他是说是未来十年是黄土十年 他讲出这种话 事实上就目前来说 今年大家原本都很期待 所谓ECFA的谈判 或是后续像江城会的这个 后续的像投保协定 或是两岸的一些进一步的交流 但是就目前来说的话 ECFA卡在对岸 目前他要让利给我们什么东西 我们都没有办法跟他具体的做一个谈判 那两岸的这个江城的巴士会 也只是往后延 原本说是六月 后来延到七月 现在已经不知道延到什么时候 所以就目前来看的话 要寄望两岸之间 要有一个好转的这个态势 看起来短线上是没有这个机会 那我们来看说政府能够推出了一些政策 马总统一直在喊说所谓的爱台12项建设 还有六大新兴产业 但是都是流于口号的这个方式 譬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我们要拼光光 但是观光的需要的 譬如说建设 道路 或是相关配套措施 饭店 新建也都是不足 所以就目前来看的话 台湾不只是中国大陆要力 掉不到 连本身的政策方向在哪里 你都拿不出来 所以目前当然是 大家一直在处理 为什么会觉得日子很苦 因为没有一个具体的方向 好 台湾的景气到底怎么样 我们稍后回来就要好好来问一下 我们的第五位来宾 泰迪熊 这个过偶人 他呢应该会对于台湾的景气呢 有他自己的一个看法 应该会非常的清楚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 好 因为台湾的景气真的是越来越差了吗 连玉龙知情长 严凯泰都说 今年不帮员工加薪了 连中研院呢 都下修了台湾的GDP 现在连2%都不到 而且呢 一般的上班族 他们对于未来的景气 也是越来越悲观了 我们来看到下一张 现在呢 整个就业市场也是更加的恶劣 77%的民众 他们对于未来更悲观 而且非常担心台湾的经济状况 而且更担心台湾的食物涨价 还有水电瓦斯也都跟着涨价 大家都是觉得日子越来越难过 其实经济差揭秘 也反映在整个就业市场上 很多公司为了要省成本 他们就大量的运用这个派遣员工 对 派遣员工的产生 我们拿日本为什么派遣员工 这么大幅的增加 就是因为日本的大部分的出口的人力呢 已经开始减少 他们把他的资产往外移 我们可以知道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去年全球大概有2兆美金的投资 全球有2兆美金投资 猜看我们有多少 我们不但没有增加 而且是负的 我们只赢一个国家叫做安哥拉 我们是倒数第二 你可以想一件事 我们签了ECFA之后 我们不但没有资金来投资台湾 因为自由贸易的特质 你看为什么菲律宾这么好 为什么泰国最近涨得这么惊人 就是因为自由贸易的情况下 资金应该是流入这个市场的 结果ECFA签完之后 玉龙过去的大陆 我们企业过去的大陆 红海在大陆加码投资 红海说在台中要设这个 所谓的就是机器人 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涨进 所以我们资金反而逆势走高 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当资金在逆势走高的时候 表示市场资金在外移的时候 怎么可能会投资呢 现在很可怕的速度在增加 这增加速度有多惊人 就是从所谓的 我们知道在所谓人力派遣 这个是所谓的派遣人员 最有名气是日本 那我们竟然要步入日本的状况 令我们感到担忧 日本是失智而且失落 20年 我们怎么可以失智呢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看到整个数字多可怕 目前已经在五年前提早提高了8% 也就是说我们不愿意再长期 拼用员工了 我想要用的是短期的 所以短期而且有立刻产生效率的 那么近八年来看呢 派遣的需求增加几倍呢 增加了190%也就是19倍 哇 是190是1900% 是19倍 所以呢 其中最明显的事情是在银行业 也就是说很多的银行业 现在他不愿意用长期拼用员工了 因为他也不知道台湾的金融业 未来发展怎么样 这么低的利率 银行的毛利是那么差 那么还有保险业也是有 非常庞大的所谓的派遣人员 但是我们最担心的 台湾最大的经济体是在电子 那么现在在软体部分呢 其实成长非常惊人哦 软体现在用派遣人力成长了10% 也就是说一成的人力在电子资讯 是大幅增加 特别是软体 而我们不是说 刚刚我们说一下不是讲 微效期间里面其中一个研发吗 就研发部分软体是 软体工程师是需求最大的 而这部分呢是派遣人力 那么现在扩起到一般制造业 一般制造业是用飞庸 是菲律宾来的员工 现在有开始用派遣人力 其中最有名其实是在 奇美店台南厂里面 就用大量的派遣人力 在这次我们说的金融海啸的时候 他裁了很多的这个派遣人力 好那接着衍生到 我们真的很想想一下 这几年唯一在增长两大产业 一个是生计 一个是观光 但是我们现在观光部分 也用了增长了大概有3.4的 百分点是在观光部分 是派遣人力 所以是整个全面性的动作 所以我们现在是乱了套 本来以为说两岸贸易最大的 因为台湾最大利多是观光 就我们发现观光 最近真的杀共匪在哪里杀的 在路上把共匪杀了一堆 好这原谅我这么说 表示我们观光也没有 整体的规划 所以失智 失能 现在失序 整个状况之后 企业最后办法怎么做 只好增加派遣人力 好在刚前面带大家提到 不管是科技业或者是传统产业来看 现在整个派遣人力的需求 8年来已经翻升了19倍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很多的企业他们要省钱 当然也包括在这一次 严凯他也不帮员工加薪了 现在企业都是斤斤计较 那么一般的上班族成营 到底要怎么样去找钱 所以说今年去兼差的人 是大幅的增加 对这是没办法 这个叫做 你如果说想要过好一点的日子 只好多多的来去做一点兼差的动作 那么我们看到 从整个图表上面看得出来 整个上班族的话 去年兼差 去年6月份的时候是34万人 34万出头 今年6月份的话是38万 其实38万9千人 也就是将近39万人 所以他这个成长的幅度的话 达到了12% 12%的话是很高的 因为在短短一年的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必须要多一点的收入进来 一方面不安全感 一方面说实在 不够开了 因为薪水没有增加 那么另外第二个产生的问题就是什么呢 很多的上班族一天上班 大概八到九个小时 包含你的上下班时间 但是现在根据调查很多的上班族 他一天变成工作12个小时 因为他必须要兼差 也就是一个兼差的人的话 他可能工作的时间会达到 会多了三个小时出来 那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我们的健康问题了 所以现在根据调查一般的人的健康 那么整个上班族的健康 其实比较多 他的工作时间比较长的人 他第一个问题的话是头痛 第二个问题的话 大概看我们四个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 用眼过度 所以我们四个人全部都是戴眼镜 全部都是四眼田鸡 对 我们全部都是四眼田鸡 但另外包括什么腰栓背痛 这些都是问题 健康的话开始产生了影响 还有腹部总大 腹部总大因为做太久了 做太久了 腦株啦 SOHO株啦 都是同样的 那么这个问题现在开始延伸到我们青年的身上了 因为青年现在就业困难 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好几次 但是该怎么做呢 其实政府他也做了一些事情 不是完全没有在做 但是推出这个活动的名称 我觉得青年就业站 它是因为你找不到工作 所以你必须要去加强自己的职能 去上一些课 对 所以后面加一个站 感觉上有点奇怪 但是他至少就说 青年可以到职讯局的话 那么去接受一些的训练 那么这个训练的话政府其实还要补助 那么蛮有趣的就是说 整个的补助的方向开始在做增加了 在这几年来的话 其实整个职讯局 今年上半年的话 去参加这些职讯的人就超过一万人 去年一万三千人 所以今年的话 破表 对 已经出现破表的情形了 然后第二个 他们去的这个职业的话 还变得 有些大家没有办法想象 就是在设计人员的部分 它是最热门的 第二的话是制图人员 然后第三个的部分是陪并人员 以往年轻人的话 其实他想说 要去照顾老年人 我家的阿公阿嬷就最疼啊 一般都会想到是外傭 对 我们怎么可能会去照顾他们呢 对 我们就请外傭去照顾就好了 我们在家里回家 应该是看电视吹冷气啊 怎么可能还要去照顾人呢 但是没有办法 这一个居然变成 热门培训的排行榜的 这个前六名 因为这已经变成了一个世界的趋势 人口老化的问题 同时呢 工作如果难找的话 那你经过一定的训练 在培并这个部分可以做得很好 其实很多的年轻朋友的话 他是有爱心的 只是说再多增加点耐心的话 就对他就业会有帮助 但是这其实也衍生出一个现象了 政府到底能够帮助我们 多做一些什么的话 是现在就业市场的一个问题 好 在刚刚这个陈寅哥讲的同时 我们看到我们的来宾泰迪熊熊呢 他上一段的时候 他原本也很开心的 现在越听也越觉得悲观 都觉得感伤起来了 或者刚刚我们听到呢 除了上班族要兼差之外 现在暑假很多学生 也要忙着去打工 要赚学费 赚他们的生活费 如果钱要比较多的话呢 其实就要去专门找一些 别人不想做的工作 我们先来看这则报道 专着厚重不偶装跳舞 你可能没想到 这工作两天就能进账 一万元打工费 让里头满头大汗的季同学 耐高温打工打出心得 特别找半玩偶工作 当大头娃娃 不过另一位打工达人更酷手 但洗一个礼拜的脏衣服 不够看 还到单身女子家中 帮忙抓死老鼠 每只五百元进账 至于犯鬼吓人 单天也有千元进账 想领高时薪 真的得牺牲 像是他林同学 当染发模特 让发型师把头发染红 就赚了两千元 他会有管子伸入你的体内 然后管子前端是气球 然后冲气 会觉得疼痛 然后那样一次的费用 差不多两个小时 然后是三千 连人体疼痛实验都参加 不过也有轻松的 写卡片帮陌生人沁身 十分钟赚两百五十元 其中有人光靠打工 就赚进百万元 不过看来 想领高时薪 恐怕得多做些 别人不想做的事 TVBS新闻 黄俊维 王华林 武庭 SNG小组 泰报道 所以创下如果打工 要拿比较多钱的话 就要专挑一些 比较难的事情 现在因为不景气 所以很多工作都没有 所以要打工 你也发现说 打工的机会也没有了 然后有很多时候 很多人呢 现在也是 连法定的一小时时薪 103块都没有 所以现在打工呢 要赚呢 就很难 那很难的话呢 就很多更辛苦的钱 就要去赚了 所以就像我们这个太迪熊一样 有很多呢 就在百货公司或什么 这些都是大学生 或什么去打工 那打工呢 可是现在38.3度 所以看到这些天线宝宝 在这个酷热之下 也受不了了 在正面 还是好可爱的天线宝宝 就是后面呢 你就看到说 这些辣妹真是辛苦 然后辛苦了 就这样子了 不但是在 可是他们这样子 要不要去赚 38.3度之下 如果你撑得住两天 你就赚了1万块 所以他们还是愿意 然后再过来呢 还有一些 又刚刚那边讲的 那叫人体疼痛实验 那人体疼痛实验呢 就是你就躺 躺在那个呢 有点叫做菊花台 就要躺着 躺着之后呢 就把管子伸进去 在前段有个气球 就再伸到你身体里面 那当然就是 然后就张开之后 那看你的疼痛 忍到瘦到什么程度 然后医学里面 把它统计下来 将来也许做一些什么 大肠技能检视 或什么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做设计 那这样子呢 两个小时 3000块 然后不但是如此呢 还有呢 也听说了就是 有些女孩子怕老鼠 一只死老鼠 啊啊啊啊大叫 所以他们就这种 抓老鼠达人 就知道一个 如果打电话去 他就去帮你 清理这只老鼠 在三分钟之内 把你这只老鼠抓走 然后给你500块 然后还有呢 有些是比较残忍的 但是很多人呢 为了赚钱 也没办法 有一种呢是说 因为有些新药要上市 虽然美国人体实验过了 来到台湾 还叫做人体实验 所以呢 你在台湾 你去试药 一次8000块 可是这样子呢 拿到的钱是钱 可是问题就是 将来他的身体 或他受到什么副作用 那个东西都没人去考虑了 好在刚刚这个窗下段 我们看到了 这个真的是很热 这么热的天气 尤其在今年 这个高温三十几度 我们看到这些天线宝宝 也都热翻了 我们马上就要请到 我们现场这第五位来宾 这个泰迪熊熊 好我们请他到这个前面来 我们来看一下哦 其实从刚刚这个录影到现在 大概半个小时多一点点的时间 我们来看到的是 到底哦 他这个装在里面 我带上这个泰迪熊 对 连走起路来都觉得非常的笨重 好来 过来这边 你可以讲一下吗 这个感觉怎么样 这个真的是非常热 因为你看摄影棚的温度 可能不到20度 可是里面的温度 可能已经高达四十几度的这个状况下 而且我还是坐着不动 现在头上就是满头的大汗 一安我们到这边来 原本早上 我还没有长痘痘 可是现在我额头上 已经冒出了一颗一颗的痘痘 马上就已经冒出痘痘来了吗 对因为 像刚刚太渴 太热的时候 我还想拿水起来 就发现我这个嘴巴 我根本不能喝水 在摄影棚都这样 你更何况是你在外面 比如说在外面活动的时候 高温三十七三十八度 我这里面的温度呢 可能更高达了五十度以上这样子 然后我还要做跳舞的动作啊什么的 那个温度是非常高 你能想象 比如说像马拉松选手林逸杰 他在跑 沙哈拉沙漠的时候 如果他如果带了这个的话 他能跑得下去吗 各位可以想想看 那个那种感觉 可是你看到 当你看到前面的小朋友 看着你这头很开心的时候 你这样子摆动 他们在边看边笑的时候 你又不舍得把头拿下 其实这个波罗熊熊 从刚刚我们节目开始录影到现在 他是做真的 但是我们还看到其实 头上都一圈了 马上这个地方都已经被 那个镜子印到其实 有点这个皮肤都有点凹陷下去 这样的感觉 而且他头发都已经黏在上面了 其实可以知道里面非常的热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这个头套很重嘛 所以他压到其实他这个地方 都已经都有红色的痕迹 非常的热 而且他刚刚说到 其实才坐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上面已经开始有这个 因为太闷热了 都已经有这个 豆子冒出来了 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的摄影棚 其实这个温度还是蛮低的 我们的摄影棚是其实只有十几度 我在这边录影的时候 手都觉得还蛮冰的 但是他刚刚坐在那个地方 他是用坐着的 而且不用表演唱唱跳跳 都已经可以热出一身汗 热到长豆子了 更不用说 平常在外面表演的 像刚刚这个天线宝宝 难怪他们今年这个台湾 高温可以到38度以上 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之下 他们里面都还要穿上这个 非常清凉的 所以你现在里面是穿成衫吗 里面是穿成衫 可是平常的时候 假如你在外面的话 直接穿一个薄的T恤 或直接内裤穿着就上去了这样子 对 而且这个缺这个的问题是 因为他的那个安全帽子 所以你身体都是都还在冒汗 对全部都是冒汗的状况 而且头的话 他因为安全帽 它是里面有一个帽子 比较小的状况 所以你戴上去 你看我头比较大 所以戴上去的话 头会整个紧绷 然后你戴个一两个小时之后 你离回去 可能都要是个普拿腾的头痛咬 所以你现在头会觉得很紧绷 那你这肚子呢 看起来这肚子很肚子很大 它其实里面也很厚 对 里面都是厚厚 你可以想象你在夏天 37度的高温像你穿了 大概两三件的毛衣在身上 到外面唱唱跳跳的 38度3的高温 如果穿成这个样子 还要唱唱跳跳的话 可见有多辛苦 难道难怪这个一个小时 5000块钱 这个钱真的是不好赚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 台湾现在陷入了普勤经济 企业不赚钱 连严凯胎都不帮员工加薪 所以现在有学生呢 要为往后来铺路 其实是从 他们跑到中国大陆去实习 对 我们知道现在 目前的中国大陆 对人才的需求非常的大 所以目前台湾年轻年 其实事实上根据统计 有80%的人以上 有意愿到中国去工作 既然是暑假期间 他们当然就非常在这个时候 找机会去中国的企业去学习 事实上根据一个统计说 如果你去实习过 如果去一开始去工作的话 可以早到工作的时间比 一般人没有实习过了 可以短三个礼拜 早三个礼拜就拿到这个工作 而且薪水可以加四分之一 所以他们现在到中国去 企业去实习 像这一次很多台商 包括说像达福尼 台达电 或是杰安特这些 他们都有安排学生到那边去做实习 那不只是台商 还有包括某部分的一些会计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 或是中国的电视台 也都非常欢迎台湾的这个实习生 去那边实习 另外就是包括一些中国的企业 像哇哈哈这些重大的企业 他们也都愿意到 愿意让台湾的人才到那边去实习 事实上年轻人 离开台湾到中国去学习 彰显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就是表示中国就业市场 目前正在强力的吸收台湾的人才 跟台湾的人脉 那台湾学生会愿意到那边去实习 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 未来如果要去中国工作的话 他可以及早在那边布建一些相关的人脉 第二个 习惯中国市场的步调 跟台湾 中国市场目前它是个国际化的市场 跟台湾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这其实要给台湾的执政当局一个警惕 之前张中某董事长说台湾未来是黄铜十年 把铜擦一擦还可以变成黄金 那如果目前政府不赶快拿出措施 赶快去擦一擦的话 黄铜永远只是黄铜 好我们来看到现在连台湾的学生都要到中国大陆去实习了 因为他们感觉在台湾看不到未来 而且现在连要找这个兼差打工的机会呢 都要很辛苦 就像我们这个第五个来宾 这个小熊 其实呢他从刚到现在真的非常的热 感觉到想到都觉得很心酸了 我们来看到现在上班族都觉得对未来没有什么希望 还要去兼差更可怕的是 而且退休之后还会担心可能会领不到老保的退休金 因为我们来看到的是从民国109年开始呢 我们的老保就会变成是入不敷出的状况 而且呢在未来民国138年累计亏损会超过10兆元 所以陈寅如果说现在的年纪在35岁以下的话 他们以后是注定领不到退休金 这个的话就是之前老委会在行政院的时候报告 他所提出的一个概算的结果 我们这么说 如果呢今天你有朋友他跑去一群人吃喝玩乐唱歌之后 快结束说我们在这边现在找不到钱 请你来付钱好不好 吃喝玩乐没有找你了 付钱的时候找你了 硕实在我们心里会不会爽 一定不爽 但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的话就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那么这个的话是我们现在所统计的结果 刚才的话匪于其实他有特别的提到 109年的时候开始要吃老本了 那120年的时候在老保的部分破产 另外其实在公务联盟退休辅恤基金的部分的话 在122年左右的话也会破产 那么当然了我们这样就可以分几个年龄层了 已经退休的人他又不用继续的付这种保费 那他是不是还能够继续领钱呢 所以他们可能是现在最happy的这个族群了 我是几岁的人 还有10年左右可以领 因为你10年之后退休嘛 大概还可以领10年嘛 10几岁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几位 当然是从除外 我们这几位的话 我们还可以领个一次性的 但我们讲35岁以下的朋友的话 因为当你退休了之后 30年之后退休嘛 退休了 你可能你就没有钱可以领了 就像银鱼这样子 那大家都 谢谢建民 因为呢 我也很担心我领不到 因为到时候的话 大家想政府补贴就好了 问题是从破产那天开始呢 政府就必须要补贴 一年四五千亿的水准的话 他怎么补的钱 如薄如大康 政府补的钱又从哪里来 还不是从人民这边来 那么大家想说 好那领不到就算了 我认了 那你还不要 还是要继续缴保费啊 而且比较 更让这个年轻朋友愤怒一点是 我们现在的保费的话 民国99年的时候 你的保费的水准是6.5个percent嘛 但是呢 随着整个时间的往后移 到106年的时候 你要缴到12到13个percent 所以你要缴的 比以前的还要多 那但是呢 你什么都理不到 所以这个是最令人 伤心跟难过的事情 就像刚刚曾经所说 哪有吃喝玩乐的时候 不找你 等到付钱的时候 再找你一起来分摊 谁会觉得公平呢 就像我们现场这个 非常辛苦的布洛熊熊 现在做到那么辛苦 以后也是领不到退休金了 先休息一下稍微回来 老保到最后可能会是变成一场骗局 所以我们的这个来宾 布洛熊熊 他想说那我干嘛那么辛苦 以后也领不到 所以他就把这个 很重的头套拿下来 对我想这个骗局的时候 只好怎么办呢 只好把它拜起来 眼不见心不看了 心情比较愉快了 监民是领得到退休金的熊熊 对眼不见尾庆 或者把这个丢给那个老委会 不过真的是现在 我讲这个事比较激动 但是年轻人真的要知道一件事情 虽然没有劳保 劳保你可能是 真的是缴了拿不来 就是别人派派对 像我们去派对 你要付钱 但是对于有一个叫做 劳退的6% 真的麻烦年轻人 这6%一定要想办法去抵 因为这政府保证会有 比我们现在定存利息 多两个百分点 自己提拨去抢 对自己提拨 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你到退休的时候 大概有帮你估算 加老板给你的12% 大概你每一年 还可以到2万块 如果你没有加上这笔钱 一年只能比1万多 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 无线卫星电视台 现在为您播放的是 2100 2200 2200